《黑神话悟空》 更是文化和历史的交汇点 玩家将会感受到 古代中国的神秘和魅力 仿佛置身于一个 真实的历史场景中 游戏科学的开发者们 Painstakingly 重现了古代中国的美丽 从最小的细节 到最宏伟的景观 游戏世界的每一寸 都充满了神奇 它们不仅仅是设计了一个游戏 而是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每一片树叶 每一块石头 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打磨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 使得游戏世界 显得如此真实的生动 玩家可以在这个世界中 自由探索 发现隐藏在每一个角落的 秘密和故事 玩家将会遇到 Mythical Creatures The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游戏将历史与幻想 Seamlessly地融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种 Immersive Experience 这在游戏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神话生物 不仅仅是敌人或挑战 更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它们有自己的故事和背景 等待玩家去发现和了解 这种深度和复杂性 使得游戏体验更加丰富和有趣 黑神话 悟空的世界 证明了电子游戏 作为一种 Storytelling Medium的力量 通过精美的画面 和引人入胜的游戏 将玩家带入了一个 充满奇迹和冒险的世界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使得玩家不仅仅是在玩游戏 而是参与到一个宏大的故事中 这种Storytelling的力量 使得黑神话 悟空 不仅仅是一款游戏 更是一种艺术形式 游戏通过其Stunning Visuals 和Immersive Gameplay 将玩家带入了一个 充满奇迹和冒险的世界 黑神话 悟空 对于任何热爱动作角色 扮演游戏 或仅仅想体验 中国文化之美的人来说 都是一款必玩之作 这款游戏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产品 更是一个文化体验 它让玩家有机会了解和体验 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感受那段时间的神秘和魅力 无论你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还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爱好者 黑神话 悟空 都将带给你无尽的惊喜和乐趣 黑神话 悟空不仅借鉴了神话 还从现实世界的地点中 汲取了灵感 山西小西天 南城寺 铁佛寺 广盛寺 和西雀楼等地标 都在游戏中得到了 Faithfully的还原 这些地点不仅仅是漂亮的背景 它们与游戏的故事情节和背景故事 Deeply intertwined 例如 山西小西天 是一座建在悬崖边的寺庙群 在游戏中 它是一个具有重大 Spiritual significance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 主角必须面对它的一些 Toughest Challenges 开发者们竭尽全力 确保这些地标尽可能准确 它们甚至咨询了历史学家和建筑师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 有助于创造一种 Truly immersive experience 玩家会觉得自己真的在探索 这些古老而神圣的地方 现实世界地标的加入 为游戏增添了一层深度和意义 它提醒人们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和传说 只根于真实的历史和文化 南潭寺是中国现存 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它的建筑风格和雕刻细节 在游戏中得到了精确的在线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 欣赏到这些精美的细节 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南潭寺 这种细致入微的还原 不仅展示了开发者的技术实力 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 尊重和热爱 铁佛寺以其巨大的铁佛像而闻名 在游戏中 这座寺庙不仅是一个视觉上的奇观 也是一个重要的剧情地点 主角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关键的战斗 这场战斗不仅考验了他的武艺 也考验了他的智慧和决心 这种设计使得游戏中的每一个地标 都不仅仅是一个背景 而是故事的一部分 广胜寺是另一座在游戏中得到了精美还原的地标 这座寺庙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纸腾 在游戏中广胜寺不仅是一个探索的地点 也是一个充满谜题和挑战的地方 玩家需要解开这些谜题 才能继续他们的冒险 最后 游雀楼是一个提供壮丽景色的地标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登上七雀楼 俯瞰整个游戏世界的美景 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游戏的视觉效果 也增加了玩家的沉浸感 通过这些现实世界地标的加入 黑神话悟空不仅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也带领玩家踏上了一段文化和历史的旅程 黑神话悟空的结构围绕着六个不同的章节 每个章节都以不同的时间或自然现象命名 这些章节分别是火烧云 晚风吹 白鹿宁 紫乌杖 晚霞散 和未完成 每个章节都提供独特的gameplay experience 并讲述了整个故事的特定部分 例如火烧云将玩家投入到战斗之中 他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才能前进 而白鹿宁则是一个更注重气氛的章节 他侧重于探索和解谜 不同的章节还会向玩家介绍新的环境和角色 这使得gameplay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 章节标题本身就暗示了其中将要发生的主题和事件 这位叙事增添了一层intrigue 这种巧妙的叙事结构 让玩家始终坐在座位的边缘 他们会渴望看到每一个新章节中 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第四部分 悟空之道 佛教与道教的交织 宗教和哲学 deeply woven into了中国文化的结构 黑神话 悟空通过融入佛教和道教的元素来反映这一点 这些哲学不仅仅是表面装饰 他们是游戏故事 角色和主题中integral的一部分 佛教的影响可以在游戏中对轮回、因果和enlightenment的探索中看到 另一方面 道教在游戏中强调平衡、和谐和自然秩序 游戏并没有把这些哲学强加给玩家 而是通过故事和世界organically地呈现出来 玩家将会遇到体现这些哲学不同方面的角色 他们还将面临挑战自己对是非观念的选择 这种对宗教和哲学的nuanced approach 为游戏增添了一层深度和意义 黑神话 悟空鼓励玩家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这些概念 第五部分 西游之后揭开孙悟空legacy的谜团 黑神话 悟空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事件之后 这部家喻户晓的故事讲述了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 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取经之旅 在黑神话悟空中 玩家扮演一个名为天命人的新英雄 这个神秘的主角被卷入了一场围绕孙悟空legacy的阴谋和危险之中 游戏并没有复述西游记中熟悉的故事 而是探索了那些事件的后果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旅程结束后发生了什么 答案是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故事 充满了曲折 玩家将会遇到小说中熟悉的角色 但他们会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他们 游戏还引入了一系列新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动机和秘密 这些新角色不仅丰富了故事的深度 还为玩家提供了更多的探索和发现的机会 他们的背景故事和动机将逐渐揭示出来 增加了游戏的悬念和吸引力 主角对答案的追寻将引领他们踏上一段穿越 Still Haunted by孙悟空传说的土地的旅程 这段旅程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探索 更是对时间和历史的穿越 玩家会穿越古老的村庄 神秘的森林和被遗忘的寺庙 每一个地点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和未解的谜团 这些地点不仅是游戏的背景 更是故事的一部分 每一个地点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秘密等待玩家去发现 这种对经典故事的fresh take 是黑神话悟空最exciting的方面之一 它不仅尊重了原主的精神和精髓 还通过现代的视角和技术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游戏的视觉效果和音效都经过精心设计 力求为玩家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 通过这种方式 玩家不仅是在玩游戏 更是在体验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一个充满了历史 神话和奇迹的世界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使得黑神话悟空不仅仅是一款游戏 更是一段难忘的冒险旅程